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来了 这一列是从重庆到内江的5612只小慢车 这框车每天上午9点58分 也只从重庆大车发生 下午5点34分到达内江 虽然铁路里程只有285公里 但这框车需要7小时36分 一共要停靠多达29座车站 它其实就是一列火车公交车 它不指望有多少人从重庆做它到内江 它服务的是铁路沿线的小站群众 嗨 各位 我现在就在这个隧道这儿 这个隧道呢 就叫三元井隧道 那上面有个三元塔 三元塔我上次给大家拍过 这个隧道啊 我刚才看到经常有人出入啊 一些村民 包括一些学生 经常从对面过来 刚才呢 有一个小朋友从这儿过去了 穿过隧道 应该是这个隧道过去呢 离他家比较近啊 所以说他才会从这儿过去 但是我看这个隧道也还是挺深的啊 从这个入口处啊 看不到对面那个出口 应该还是挺深的 里面没有灯 我不知道他们当地的一些村民 包括一些小朋友 他是怎么进出的 我听到好像火车又过来了 但是呢 我不打算去进这个隧道 太恐怖了 我觉得里面很黑啊 没有灯 你们要从这儿过去啊 过隧道啊 这个隧道里面没有灯啊 没有 看得见吗 打开就看见了 用手机 哦 这样子的 他们都习以为长了 没有走过隧道的朋友 一般不敢进去 里面伸手不见五指 除了自己的脚扑伸 安静的让人害怕 别问我为什么知道 我曾经走过两公里长的 没有通车的隧道 我刚才问那个大爷啊 他说这个隧道啊 长倒是不长 大概只有 一到两百米左右 但是中间呢 有一个弯道 所以说我从这边呢 看不到对面那个出口 好了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给大家拍到这儿了 明天有可能要去昭通 我要一路向南 因为北方太冷了 我是一只后鸟 我要到暖和的地方去 越往北走的话 越冷 所以说我要往昆明方向去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